孙子兵法对个人发展的十个启示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虽然做人做事并不如兵士一样 动挫一步会招致死生之事但生活事业之中 动挫一步往往会导致成败变更 有人把孙子兵法十三天 系统地运用到商业战争中 也有把孙子兵法运用在生活中 用它来指导自己做人做事 下面我从自己的体会来分析自己从孙子兵法 终所惜得的一些做人做事的启示 启示一千难万难判断最难 原文故之胜有五 只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孙子讲五个之胜之道 第一条就是只可以战与不可以战 动手之前你要知道能不能赢 判断力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 收集各种情报数据分析后 才能接近最正确的决断 而人性的弱点是一厢情愿 往往认定自己必胜 其实动手是一种难度 西方艳语说 我们相信一些事情 不过是因为我们希望它是真的 我们假定一厢情愿的因素 在我们的判断里占三分 那么当你认为有几分把握的时候 先自己减去一厢情愿的三分 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个认识很重要 不要轻举妄动 其次二 利害关系 先考虑避害再考虑趋利 原文 不能禁止用兵之害者 则不能禁止用兵之利也 不完全了解用兵 有害方面的人 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利方面 李嘉诚说 做任何事情 先考虑失败 先能避害 然后才可趋利 因为利 今天没有明天还可以再图 而害却可能让我输掉老本 彻底出局 所以避害比趋利重要得多 为什么我们的趋利意识 总是摆背于避害意识呢 主要是因为侥幸心理 赌一把 有人说 大不了重新来过 不是每个人 都有十一柱的命 出局了 就没法重来了 风险失控 你输光了 手里没牌了 拿什么翻身 启示三 以不败为假设前提 来思考 原文先为不可胜 以代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 所谓 英雄所见略同 这句跟古神巴菲特 一句名言一模一样 投资的第一原则是 永远不要亏钱 第二原则是 记住第一原则 先求手 后求功 人思考 分析 判断 谋划决策 都是围绕 如何能成功 但真正重要的是 不要犯错 把自己守在 不败之地 置高点 孙子兵法的出发点 是以不败为假设前提 其思考 分析 判断 谋划决策 都是围绕 避免失败 减少代价 利于不败之地 然后用各种计谋 等待 等待一战而定 非战 非功 最后还强调一个非酒 什么意思 就是反映了 兵贵神速 时间就是金钱 尤其战争 消耗钱财巨大 能快打就快打 启示四 成大事者 有三界戒贪是第一 原文 利而幼之 乱而取之 利往往在明处 在眼前 让人激动 而害在暗处 在远处 让人心生侥幸 我们经常看到 人去做一些利益极小 而隐患极大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那利 马上可以得到 而那害人 往往不可救药的认为 不一定有报应 不贪心 就不会上当 所有的骗局 都是从贪资入手 这不是别人来骗你说 工地上挖到宝 是你自己会骗子 记忆 不要让你的欲望 来左右你对利害的判断 启示五 忘了本谋 是每个人常犯的毛病 原文怒而挠之 这种诡计 主要是针对 性格刚烈的敌价 要始终不忘自己的 根本目的 基本策略 忘了本谋 这是我们每个人常犯的毛病 不仅仅因为愤怒 任何的干扰 都会令我们 越来越远离本质的目的 而自己完全意识不到 追求知己 而忘了本质 所以佛经说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启示六 我们为什么会种离间计 原文 亲而离之 这说的是人性的弱点 亲人间的恩恩怨怨 恩怨恩怨 没有恩就没有怨 有多大恩 就有多大怨 我们和敌人的关系很简单 就是利益之争 打打谈谈 亲人之间的关系 则比较复杂 成了爱恨情仇 再说和敌人 是竞争关系 是社会的竞争机制 团队内部成员之间 也有竞争关系 因为组织本身也是 一个竞争和分配机制 离间计 就是外部竞争者 参与到敌方的内部竞争中 去那就四两拨千斤了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要想不中离间计 还是靠领 导着自己的人格和胸怀 孙子讲了12条轨道 大多数轨道的出发点 是造成对方的错误判断 引诱对方失误 对方不上当 不失误怎么办呢 等待跟他熬派间 别各种布置安排 总之一定要等到 平衡打破胜算一件 才能出战 孙子的观念是 先胜后战 不胜不战 没有胜算就等 不能等待是巨大的性格缺陷 一般人总觉得 要战斗才是英雄男子汉 不懂的等待 是战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八 认输的智慧 原文 小敌之间大敌之情也 如果兵力比敌人少 就深勾高垒不要出战 或逃逆兵行 让敌人不知虚实 然后全军逃之 孙子是极其保守谨慎之人 先胜后战 没有胜算不打 只要兵比敌人少 就不跟他打 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战力 比比皆是 怎么就不能打呢 这在管理学上 叫沉默的证据 绝对的大概率事件 都沉默无言 所以你不知道 而那些小概率事件 以少计多居然打赢的 人人都替他大肆宣扬 三千年的例子累积起来 倒显得比比皆是 成了主流了 人性的特点是要赢 但现实是很可能要输 要懂得认输 胜白买兵家常是 输掉的咱们认了 赢了继续守住扩大地盘 启示九 成功不靠加长自己的短板 而是靠把长处做得更长 原文 背前则后拐背后 则前拐背 左则右拐 背右则左拐 无所不背 则无所不管 我们时常有些 一厢情愿地执行妄想 比如所谓木桶理论 我们要把自己的 最短木块补偿 否则加长最长木块 是没有用的 无论最长木块有多长 水都会从最短木块的 那个缺口漏掉 这里的最长木块 我的强项就是我的实 最短木块 我的弱项就是我的虚 成功靠加长最短木块吗 非也 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 是靠把最长木块 做得更长 以我之最强 打击敌人之最弱 弱项就是弱项 要承认自己有弱项 因为我也是人 弱也是人类的特点 正常的战略是什么 人有我无 我有人无 这才是真实世界 找到自己最强之处 以我有的 对付别人最弱处 他没有的 这就叫 最强竞争力 所以人不要贪心 想补弃一切 要认真想自己的优势 绝招必杀几 练强自己 才能等到天时地利人和 机会一到 也许天下无敌 就是你 其实时 单次成败 都有偶然因素 而终身成功 就是用成功消化失败 其实不少战役 曹操犯了许多错误 失败 但最终 失败小于成功 最终 曹魏的天下 有史学家说 诸葛亮的空城计 是编的 我们再讲讲 曹操中了赵云的空影计 曹操和刘备 憎憨中赵云手别臀 带了几时起出银茶 看地形 足与曹操大军 赵云且战且退 曹操大军一路追来 赵云退回营中 大开营门掩齐锡 曹操一看面临 都必两个选择的单选梯 赵云此举 是运用了兵法的哪一条 A是乖其所知 使敌不得与我战眼 是装神弄鬼 想把我吓走 必势力而又支付 而机之派小谷部队 扬白又我来 然后是埋伏消灭我 曹操继续用孙子兵法思考 今天这一仗不是我计划中的 是赵云安排的 如果不碰见他 我根本不会到这来 所以他为主 我为客 他为食 我为虚 所以应该选 必曹操交了卷就退兵了 所以实际情况往往是偶然的 但我们不能说 曹操的分析是错误的 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他的决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明明是赵云得的手 为什么说曹操正确呢 这就是不能以一次得失的结果来论决策 领导者一天要做出无数的决策 很多关系着生死存亡 很多关系着深远影响 要所有的决策都正确是不可能的 胜败乃兵家常识 现实是什么呢 是用成功消化失败 用正确消化错误 战场上胜多过败 守住果实 大方向正确就是成功 而人生战场上 只要敢尝试 失败多了总会有机会成功 对生命来说 其实每个人最终都要离开 所以不管失败成功 人有所体验 就是成功 因为证明你没有白货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失败 别怕生命事的过程 大胆去尝试吧 希望大家能够生而无憾